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用木材來演奏音樂 馬林巴是一個很古老的樂器 據我們所了解的只有上千年的歷史 最古老的馬雅文化記載說馬林巴是在威迪馬拉誕生的 因為在非洲在東南亞的島國還有南美洲都有同時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最古老的文字記載是在威迪馬拉誕生的 馬林巴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樂器 我今天呢著重的要給大家講一下 馬林巴它為什麼是特別特別的樂器 馬林巴它主要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發音版 第二個部分是共鳴館 第三個部分是支架 這個馬林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音版 發音版 它這個要求這個木材這個品質非常非常的嚴格 就是全世界能夠做馬林巴這種木材 只有那麼幾種 所以說呢就是說在這個選材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挑剔 它跟那個一般的做比如說做家具做工藝雕刻或者是做其他的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它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靠這個木條來發聲 這個發聲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音質好 這個這個有嚴音 它要求這個木材這個比如說密度 硬度 還有它的紋理 還有它的紋理 以至到它這個這個發聲的這個這個純度 這些都直接關係到這個馬林巴的這個聲音 馬林巴的音質 呃如果就比如說這個在樂器這個行業裡面嘛 就是說你比如說有這個用這個木材來做這個鼓腔 這個這個腔體 還有樂器比如說大家知道你比如說這個黑管啊 還有還有笛子啊 呃等等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這個這個腔體啊 就是管體來擴音的 但是馬林巴這個樂器它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完全靠那個音板來發聲 它是因緣是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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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音板上這個這個木頭這個地方 說通過敲擊發出來這個聲音 如果是你這個木材品質不好 或者是木材的硬度不夠 或者密度不夠 就不可能達到非常好的聲音 呃馬林巴被稱之為這個呃呃呃 天賴之音 就是說它那個聲音非常非常非常美 非常非常獨特 它是通過木材啊 敲擊發出來這個聲音 是非常非常 感覺非常奇妙的那種這個樂器 作為那個能用的這個這個 這個一個原木能用的這個位置 是這樣一個原木啊 樹皮不能用 衣表不能用 樹芯不能用 只能用這個 二表那個位置上 就木材 呃能用的這個那個區域的這個木材 而且還經過挑選 它還分三六九等 呃一般的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一個品質的馬林巴 就是一噸的這個紅木的料 只能用到一分之一左右能夠做成品 現在這個全世界做這個馬林巴最好的木材 就是洪杜拉斯羅斯 作為馬林巴這個製作上是非常非常艱難的工作 它被稱之為這個全世界這個樂器製作最難的 它需要這個製作者有這個豐富的這個這個經驗和製作技術 還要了解這個木材的知識 呃這是這個在這個調音上就是這個叫音這個這個工作當中啊 就是說馬林巴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樂器 就是所有的樂器 你拿叫音器叫的準 你聽的就準 唯獨馬林巴這個如果是不懂的製作技術的話 就是說你叫音準的聽的是不準的 這肯定是不是好的馬林巴 只是個樣子而已 過去這個馬林巴基本上是歐美日本這些國家能夠掌握這種製作技術 呃他們製作的琴呢就已經有很多的很多年的歷史 呃我們中國這個認識馬林巴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傳入中國馬林巴這種樂器 呃我們中國的馬林巴製作技術完全是從一個一張白紙開始 從不懂技術一直到我們現在掌握世界上這個就是馬林巴製作最高層次的水平 已經是達到非常非常高的這種國際的水平 完全自己的民族的品牌和這個製作技術 呃馬林巴製作技術在這個世界上是非常非常保密的 就是不不是說人人都知道 各公司都是非常保密的製作技術 它不會告訴任何人 現在這個中國這個馬林巴製作技術完全是達到國際的馬林巴製作的最高水平 從製作水平音質還有選材還有它這個整體的設計已經是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第二個部分就是馬林巴的共鳴管 這一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我說馬林巴跟別的樂器不一樣 比如說管樂呢它是靠這個擴音管來所有的音都靠這一個管子來擴音 做其他的樂器 馬林巴就完全不一樣 馬林巴就是每個音都要有一個共鳴管 就是擴音管 它的音高和音板的音高 就是共鳴管的音高和一般的音高是一致的 它產生共鳴才能達到最好的聲音 因為它每一個音板和每一個音板下面那個共鳴的管子 它那個共鳴必須在一個水平上才能發出最好的聲音 每一個音板呢就是它下面這個共鳴像一臺整個一臺馬林巴 它它必須要在恒溫的條件下才能達到最好的聲音 所以說它跟這個所有樂器去不同的 有一個地方就是說它必須要在恒溫的條件下能達到最美的聲音 製作的時候也是在恒溫的條件下製作 假如這個溫度熱了或者是冷了 偏差越大 它這個聲音就是不好聽 偏差越大越不好聽 所以說這個馬林巴這個樂器它是固定的音高 我所謂固定音高就是說出場以後任何人不能動它的 不是像別的樂器我還可以調音高的 比如說管樂 弦樂還有這個其他的樂器 它這個是不可以調音高的 是固定音高的 音高而且就是說在這個各種環境下不能夠產生這個變化 第三個部分就是礦架就是支撐這個馬林巴的音板 共鳴管這個礦架把它一開心支起來 這個就是簡單說就是支架礦架 馬林巴這個礦架就是輕便 擺裝特別方便 完了之後還有在有聲匠科普遲 聲匠的這個 看一台很大的琴它可以都可以花整個衣服 都可以拆開裝都落在箱子裡邊這樣攜帶方便演出都攜帶方便 要不很大 這是整個馬林巴的這個三個方面 是這樣的 另外這個我講一下這個馬林巴是80年代初傳入到中國來 中國來了完了之後 我們現在中國馬林巴發展是很 就是很在中國發展很迅速發展非常快 90年代我們成立了馬林巴這個協會 至今有20年了 我促使馬林巴的演奏製作教學也有30多年這個經歷 我現在也有一個夢想就是說 將來能找到更好的這個或者是能夠用便宜的這種木材 來這個做一些馬林巴 完了就為這個更好的這個能夠有的學習這種興趣的這種學生 完了提供一個很好的這個表演 這次我參加這個木文化節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況 因為木材有變性木材 就可以把很軟的木材變成很硬的木材 我將來可以嘗試做馬林巴 美女人都可以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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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дар吧 socially 谢谢大家